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來跟大家介紹分享車款 一樣是我們最近比較熱銷的車款 Golf VH的車系 那VH的車系應該是因為 我們自己工廠裡面可以造就電整 這部車的比較具有一個說服力 那當然很多VH的車友都有前來試乘 而且試乘之後的安裝率高達九成 那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Golf的這部車 那設計上的口味有迎合一般市場的需求 所以一般道路版的話大概都能夠迎合到我們 一般車主想要乘坐的一個感覺 那今天這部車是Golf的六代的Viron 那六代的旅行車跟七代的旅行車 六代的旅行車好像沒有開過直播 那七代好像好像三個月有開過直播 那這部車的Viron的話 它的底盤跟一般的Golf其實差不多 只是它多了一個後箱 所以後箱的一個承載的重量會稍微重一點 那彈簧的公斤數我們並沒有因為它是Viron的話把它加重 可是有把它彈簧公斤數的話不變 但彈簧的長度的話也稍微拉長了三公斤 所以KT針對這些VH的車型其實做的還蠻細膩的 像是前幾天有Tigran的二代的車 所以我們詢問說那Tigran二代的跟Golf的GTI的地震性能不能共用 那其實它的基本架構雖然都是NQB 可是它的車子的重量不同 還有行程的長度不同 然後的KG值當然也就不同 所以我們都有針對這些細節做區分 那包含了Golf如果是七代的話 它還有分七代的話是1.2 那七點五代的話是1.0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後方的話是不同的 我們也都有針對這個細節來做不一樣的車款來點用 那今天的Viron的話它的前面是麥花繩 後方的話六代的話它就沒有所謂的拖衣幣 一定都是國靈感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是原廠它拆下來的變焦器 前面上車的話因為這個使用的里程序可能有比較多 所以變焦器有一些已經有損壞的狀況了 來像這個後面的變焦器 那兩個看起來是不同長短的 其實不是不同長短 是因為這個剛剛經理呢有把它釋壓 結果它的已經有漏氣損壞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的軸心已經彈不上來 那這樣軸心損壞的狀況 在乘坐的時候會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就是 它後方的一個乘坐感覺 因為這個是後面避震器 它後方的乘坐感覺 我們一般車子遇到路面不停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次就吸附住坑洞的晃動 但是像這個避震筒已經衰退 其實是損壞的狀況 那除了硬硬之外 還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它好像會在海上行船一樣 它沒有辦法吸附住彈簧的晃動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孔身損壞的最典型的狀況 這個是後方的乘坐 那後方的上座 它從四代之後 它的後方都有一個上座 那個上座的話 都是需要沿用原廠 因為它的角度比較特殊 那那個上座的話 如果是原廠的零件的話 它其實是不太會損壞的 因為它的結構很簡單 它是有做上下的往復運動而已 所以後方上座的 是可以持續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上座的話 它有一個 它前面是賣花層嘛 它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的前面有一個 下方有一個軸繩 所以這個軸繩也好 這個橡皮也好 它都是有壽命的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 KD就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而且KD的軸繩呢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部分 那前面的仰角 那像這台車的話 它有一個 這個是54.55的 一般大仰角就是這個規格 那這一個六代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是小仰角的規格 那1.4 VIRON的話 它是一個大仰角 這部車是1.4的TSI 也是溫輪引擎 所以配上TSG的話 其實它的動力表現 它有油耗 那它有底盤的一個基本的表現 都相當的不錯 那在改裝的輪胎 18吋的輪胎輪圈之後 再配上KD的避震器的話 它整體的一個操控感 也變得更加提升 好 後面這邊還能表現 那後方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 後方的避震器已經裝好了 以這部車來說 我們後面彈簧的配置 是配置的6公斤 6公斤 那長度的話 拉長到230mm 一般如果之前有看過 我們GOX 7代7TI的話 它的長度是大概200mm 那這一台的話 是拉長了3公分 因應它後肘的重量 跟整個的 會需要的一個長度 那6代 6代 5代 它的避震器其實是一樣的 它的固定點 避震器的下方的固定點 是在兩腳後方 但是到7代的話 就不同了 7代的話 它是把它下座的固定點 延伸到下肢臂上面 所以整體的它的長度的話 6代跟7代 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後方固定的一個位置 那上方的話 這個上座需要沿用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所以我們阻尼調整的話 就是從這個地方 來做軟硬的調整 那一般的話 因為後方的話 看不到 調硬跟調軟的一個方向跟直徑 那像前幾天 有一個 欸 西瓜達的車友吧 問經理說 後方的主要怎麼調整 前方的話 有一個旋鈕 刻度有刻H跟S 但後方的話沒有 所以後方的話 如果我們從 由上往下看的話 順時針轉 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所以後方的旋鈕的調整方式 是跟前面一樣的 那後面的話 這裡有一些 這個都是密合度超好的 你看它這個 筒針是 密合度 跟防塵上的密合度 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筒針裡面還有一個 防止它 會觸底一個緩衝的滿頭 這個是筒針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彈簧上方有一個 這個調整基座 那這個基座我們一般叫Hiroki Hiroki Hiroki的用意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記得喔 像後方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統真你調在場 它車高也不會變高 後方的車高取決 是在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我們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調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今天會大概做 欸 小猴說要幾指 我也忘記了 好像是大概三指幅 所以後方的話會大概做三指幅左右 前方的話也差不多是一樣 所以今天這一步的Viron的側高的話 最低的話大概可以到四分之三指幅 所以這個調高跟調低 最高的話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的話大概是 四分之三指幅 還蠻低的 好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好那後方一個特殊的一個 安裝的技巧就是 後方的彈簧呢 不能預壓縮過多 後方的預壓縮過多的話 它的 如果我們把統真調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縮預壓縮過多 它就會造成一個彈簧預載過多 彈會彈跳 然後不好做嘛 然後有可能會有異音 然後有可能會造成統真壽命的縮短 所以後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統真不能縮得太短 不能把彈簧預載過多 這個是後方一個特別安裝的技巧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再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是獨立式的麥花城 它的避震器的上座 是在引擎室打開 跟漆帶是一樣的 之前有介紹過漆帶 一樣是在引擎室上方 那這裡有一個飾條 飾條拉開之後 這個飾板打開就可以看到 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 從那個地方就可以調整住你的軟硬 這個筒身的話 因為1.4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他的公斤數的話 才配7公斤 公斤數才配7公斤 那彈簧的話也特別選了一個形式 是一個燈籠狀的 因為直捲式的彈簧 它彈簧壓縮之後 只有直上直下的力道 有很少的力道 才會是往兩側釋放 但是燈籠狀的彈簧不同 當他彈簧壓縮之後 他有一部分的力量 會往兩側釋放 所以他的舒適度的話 就會來得比較好 所以這台車1.4的關係 所以我們前面的彈簧配置的才7公斤 那如果是Golf GTI的話 前面就會配8 甚至是8.5公斤的 那這些雷梨載串 就沿用原廠的 像是一些 因為這個是獨立式麥花繩 它的下腳座的周邊 也沒有特殊的一個固定 ABS感應線 或者是煞車油管之類的 所以它的下座的結構還蠻簡單的 那側高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 它下腳管的相對長度 來調整側高 如果我們希望車子降低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把它縮短 它的側高就會降低了 那調整完畢之後 因為前面的 它的前吊系統是麥花繩 所以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它還得要負責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也必須會負責旋轉 所以自然它上面呢 會有一個轉向的指推軸 就是這個用意 那有可能我們轉方向盤 或者是行駛之後 它有可能會送拖嘛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磁爐狀的拖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懸緊 那在用料的部分 KT所使用的主尼油 是用意大利一整桶IP進口的一個主尼油 所以像是如果Golf的話 GTi有很多的 是很熱血的車油吧 如果有其重機品牌的話 像意大利有一個Aprilia 它這個重機品牌 它的前叉的指定用油 跟後秘車系的指定用油 就是用意大利IP的油品 那像油封的話 油封的我們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跟日本Team呢 都是使用同一個集聚的一個油封 所以它的整體的耐用度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即便我們用料用的 用NOK的主尼油 用NOK的油封IP的主尼油 可是它還是會有一個壽命啊 當壽命到的時候 油品會有主尼衰退 甚至是會有漏油的一個狀況 那之後呢KT動 辦法針對這些的售後服務 來做一個維修 OK 以上是今天 最近還蠻多VH的一個測款的分享 這一台車是Wafu六代的Virant旅行車 最近旅行車的話 很受到市場歡迎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拜拜